大家好 欢迎您一起加入2月7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宇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农历春节即将在明天开始 不少民众已经准备返乡 也已经规划了出游的游城 对此台东县政府交官处就特地公布了 春节期间市区公车路线时刻 TTGO预约服务等等相关的旅游交通服务 而接下来就请看记者的报道 农历春节即将在8日展开一连7天的假期 许多民众已经准备好要返乡团聚过年 或是规划要外出旅游 而为了要让民众可以有效地运用大众运输系统 或是咨询服务 台东县政府交官处特地公布了在春节期间 县内的市区公车TTGO预约服务 计程车起跳价 还有县内各地区旅游服务中心的营业时间 农历过年期间呢 台东县政府针对观光以及交通的服务呢 春节期间是不打扬的 那尤其是针对旅服中心的部分呢 除了除夕是营运到下午的5点之外呢 其他的时间不管是在转运站 或是火车站或是航空站呢 初一开始我们的服务都是正常的进行 那针对交通的部分呢 我们在计程车的费率 因为过年加成的关系 从二月七号到二月十六号 会采夜间单程收费的方式 也就是从一百五十块起跳 那针对市区公车的部分呢 除了除夕营运到晚上的七点之外 我们在初一的时候呢 陆海空快线呢 是早上的七点半开始营运 那市区循环线的部分呢 则是早上的八点开始为大家进行服务 那踢踢购的部分呢 就是在初一到初五的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呢 都可以为所有的县民进行服务 而除了以上县府交官处的提醒事项之外 如果民众有预计前往南回或是南衡地区 在春节的期间内 也务必多加注意相关路段的管制 才能够开心的出游平安的返家 记得陈基林台东市报导